哈嘍,大家好,我是拉斯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今天要介紹的角色的技能 就是昨天有講到的蝴蝶 那蝴蝶的職業還有屬性 屬性他昨天已經很明顯是原屬性的 結果職業,我猜錯,職業是駐遊 好,那在講蝴蝶之前呢 光鋒的PVE就是他的展示蝴蝶的動畫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發現劍聖 那劍聖他有出現一個普通攻擊 那這個普通攻擊看起來是光屬性的 不過左下角就寫光 那你叫光俠客 那看起來是站在地面上面的 所以他會不會有兩種血 因為大家觀眾蠻多人都覺得是御蜂的 結果從這個動畫裡面看到 其實是 其實是俠客 那大家 就在猜啦 就在猜說會不會有 御蜂的型態 我是覺得 有可能啦 就是可能用技能去換 我覺得可能變職業有點難 我覺得有可能就是用技能去增加劍聖的移動力 我猜啦 我猜 因為如果你有玩過神魔之尊傳的人嗎 在劍與飛劍那一關 我沒記錯是劍與飛劍 那就是 應該說他的移動格子 是可以站在空中的 那個地面 欸 空中那個格子 但是他攻擊的時候 他還是站在地面上面的 所以 我覺得 在地面上面攻擊 去做 當做 天氣解鎖 當做俠客我覺得 OK 因為在神魔之尊傳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移動的時候 是可以在 空中的 大家懂嗎 OK 好 好 這是一個小小的彩蛋 他故意放一個劍聖在裡面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梗 這個圖片先 拿掉 好 蝴蝶 技能天賦 烈火繁花 那基本上 我就是 跟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大家 如果不想聽的話 不想聽我講的話 就是 你們在資訊欄有網址可以自己點過去看 好 這邊寫說 戰鬥開始的時候 應該就是進入戰鬥每回合開始的時候嗎 看起來不是 應該是 第一回合的時候 自身現在四個花火 然後對友方目標施放技能 或 為其施加涅槃狀態 那 花火是 呃 3到6%的法攻 提高 然後 主動施放技能之後 減少一層花火 如果為施放技能 的話 就增加一層 那自身可以增加四層嘛 對不對 最多幾層 這就是四層 然後放掉 呃 減一 呃 只是你放技能減一了之後 然後 下一回合 如果沒放技能又加一這樣子 每當敵方單位有死亡的時候 刷新 哦 直接刷新就對了 哦 那就不用care了啦 只要把敵人打死就好了 還是要 還是要care一下 不過四個應該蠻多了 不過他是 隊友方 哦 OK 隊友方是施加涅槃 那涅槃的話是 對戰前恢復氣血 哦 還不錯 這個 如果 放在陰箭屏身上 我覺得蠻實用的 因為有時候陰箭屏被打的時候 呃 光靠柱有補 呃 可能會 來不及補滿 那 他的天賦 陰箭屏天賦就來不及發動 有時候會這樣子啊 那有這個我覺得蠻不錯 是 對戰前恢復氣血 我覺得陰箭屏幫助蠻大的 對我目前的陣容啊 那他如果火柱有的話我放 放五鐵就很適合搭陰箭屏的陣 或者是韓千秀的陣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 用陰箭屏跟韓千秀 小雪的陣有會啊 好就是這樣 我覺得還算可以啦 不過這個花火是對自己而已 沒有對 對友方 好 啊 這話說就不能看 特色技能 這是自焰同心嗎 主動使用恢復範圍內說有方技術 喔 OK 還不錯 也就是說我可以攻擊人家 又可以幫我 隊友回血 看一下 這個是範圍技 看起來不像 粉炎是受到來自敵方的主動攻擊傷害後消失 受到來自敵方的主動攻擊傷害後消失 喔 恢復氣 自身氣血 也就是說你放了的話嘛 你會有這個粉炎跟神護2 三回合 那你被打的話 你被打或消失 然後但是多增加了 對靈型兩個內地人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那傷害是失速者的法攻0.4% 然後這個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攻擊招式了 講理解錯了 這個應該是 直接幫隊友回血而已啦 他沒有帶攻擊 他不是帶攻擊 我一開始以為是帶攻擊之後 然後再幫忙回血 想太多 好 好 這是一個輔助技的概念 好 不過這個還不錯 這樣子是每個隊友都可以吃到粉炎 然後加神護 物影免傷欸 嗯 感覺還不錯 好 這是一個強大的群體 BUFF的技能 好 再來是技能 然後再來是技能 奇俠滿天 主動使用 對範圍內的所有友方氣血 恢復範圍內所有友方氣血 喔 帶驅散齁 帶驅散 驅散兩個 然後並對範圍內所有的敵人施加一個燃燒狀態 範圍內喔 那這個範圍技應該蠻大的喔 這應該 這應該是大招吧 然後 持續兩回合 加燃燒 喔還蠻不錯的 且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就是可以補又可以幫忙 稍微打一下人 上燃燒 我覺得 還算不錯耶 沒有說很差 帶燃燒 如果你有泰式的人 哇 燒燒燒 燒起來 而且還有debuff 驅散debuff 可是如果這大招CD是幾回合啊 這邊沒血 好 再來是藍靜香絮 主動使用恢復當個角色氣血 然後是法攻的一倍 對周圍 引起兩個造成一次固傷 OK 這個就一般了 不過他應該有氣力之術吧 應該是有吧 好 再來技能齁 驅心運火 主動使用恢復當個友方 是加神瑞跟屁攻 OK 單純的是一個輔助技能 那持續三回合並附加 驅心狀態 並附加驅心 驅心什麼 主動攻擊 然後對戰之後 目標還存活 消耗狀態 對目標及周圍 靈心兩個內 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喔 喔 那還不錯欸 如果說你剛好 敵人 殘血 你剛好可以收割欸 然後你看到這邊有個劍聲 天外 什麼 天外神劍 哈哈 哈哈 看起來是一個被動技能 呵 這樣他焦點會放在劍盛身上 喔 好啦 好啦就是劍盛嘛 就是跟我上次講的一樣啊 一定是劍盛 這邊都暗示這麼明顯的 然後屁攻 免疫物攻 法攻降低 然後神瑞這樣子 看起來還不錯 看起來還不錯 這是給 要去前方對戰的角色用了啦 就是要進行一波縮割用的 我覺得這是 他的地位 武敵的地位就是一個 可進攻 又可以 幫忙回血的角色 但是 我覺得還是要帶鐵位比較保險一點 因為被打應該是 也是蠻痛的 被打應該是蠻痛的 好 那這邊有推薦的技能組合 那大家這邊就先參考一下 喔還有氣力之術啊 這邊還有神器流轉 基本的還是有 那 OK 大家就這樣這邊就參考就好了 這邊就 然後這邊推薦的魂石是 絲魔術師 跟縱魔術師 好啦就這樣 這次的 情報就這樣啦 那最大的亮點應該是健身吧 健身以明天應該會出了吧 應該會人物介紹一下了吧 好健身 OK好今天就這樣子啊 想的蠻久了 好啦希望大家會對 這一個英靈有所期待啦 我覺得 我會抽欸 如果 如果健身跟武力放同一個卡池 我是會抽啦 當然 當然還是想要抽到健身啊 好啦 那今天情報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嗶哩哩哩哩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 掰掰